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已经在1月13日落幕 民进党籍的候选人赖清德以四成选票在三角战中胜出 不过迎接赖清德的绝非坦途 民进党失去了立法院多数优势 他将是一个弱势总统 领导一个弱势政府 面对来自内外的压力 美国总统拜登在第一时间就直言 美国不支持台独 南太平洋岛国脑鲁也在两天内宣布与台湾断交 改与中国大陆建交 中国大陆外交部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脑鲁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愿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中方对脑鲁政府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 在这次选举前 北京已经将赖清德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 并且警告如果赖清德当选 两岸将风高浪急 这次选举后 台海两岸的关系会出现怎样的新局 陆美台三方互动 又会怎样影响台湾的发展 以及亚太和平 纵观天下 监测中国心跳 早报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岸课题权威学者 淡江大学荣誉教授 亚太和平基金会 以及远景基金会的首席顾问赵春山赵教授 赵教授你好 春公你好 叫名就好了 今天我们谈台湾这次的选举 还有选举的结果 选举已经尘埃落定了 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赵教授 春公 这个结果是在您预期的范围内吗 我想因为选前 各种民调都显示出来 那么三角鼎立的话 结果必然是有利于目前执政的民进党 你看吧 整个台湾有大概六成左右的选民 都希望能够政党轮起 可是你如果是有三组候选人来的话 那你就把票都分散了 因为这个民进党的基本盘是非常固定 那么其他的选票 那民众党跟国民党就一分为二了 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有南白河呢 就希望在野的势力能够集结在一起 变成这个两组来对立 那么过去台湾的政党政治 长久以来到最后大概都是以南绿 两大阵营的一个角力 今年的民调大家都做了还蛮准的事件 尤其在闭关前 各民调后来跟这个开票的结果 大致都是相吻合了 所以我想这是预期中的事情 当然我们当然都希望政党轮体 可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是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么这一次两岸的因素 在选民的投票选择中发挥多大作用呢 民进党在这一段选战期间 他跟往常一样都希望能够操作 所谓中国戒选这个议题了 因为你晓得吗 现在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副总统 他一定是承受了背负的 过去执政的包袱 那对任何民主国家的选举来讲 执政总是会有一些漏失 但是这个执政的包袱好像还没有 对赖清德构成任何重大的挑战 到后来他一直把每件事情 逼案也好了 任何对于在野党的指责 通通归咎于中国戒选 尽管如此 我看中国牌 所谓玩这个抗中保台 这张牌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不像上次的选举里面 因为香港的反送中 还有习近平在2019年的一个 告台湾同胞40周年的讲话 那么当时好像让民进党捡到了枪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 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总体来讲 这次这个政策 尤其是我刚才谈到大陆政策 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我刚才谈的 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 你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选票一分散的话 好像就没有办法 大家的预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也感到非常遗憾的 因为任何那个选举 当然选民都希望看牛肉 端出什么牛肉 包括这个大陆政策在内 尤其是两岸关系这么重要 影响台湾的未来的前途 可是似乎对选民起的作用并不大 他们也没端出什么新的政策政见 都没有啊 基本上这次影响了大的 我觉得人的因素蛮重要 人的因素 国民党的候选人看起来是比较弱 魅力不足 人的因素 比如说柯文哲 他的民众党虽然没有一个庞大的组织 也没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因为他的个人的魅力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跟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 所以政策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 其实刚刚您说到这个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两岸问题的风险 也没有对于选民的投票行为造成影响 对啊 很多人讲会不会是因为麻木了 因为过去呢 大陆方面常常在选举的前后啊 都有些动作 那么久而久之啊 台湾老百姓他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什么狼来了 狼来了 也没什么感觉了 我觉得这点尤其是大陆方面也很值得他们注意 我觉得大陆也没有什么能力了 来影响这次的选举了 比如说跟美国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美国尤其过去的八年呢 台美关系非常密切嘛 那么民共 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关系没有来往嘛 所以你如果说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力 在我来看是美国要超乎中国的 民进党一直在说中国戒选 但是现在有一些台湾的声音说 其实美国在戒选 而且美国今年戒选的程度比以前还要更深 包括蓝白和破局也有美国的影响在后面 你怎么看呢 对啊 你看BBC他们就有个报道说 美国方面认为这次你不管怎么样 哪个人当选 都会牵动了中美关系 牵动了中共跟美国的对台湾的政策 甚至于扩大到了影响地缘的政治 像亚太的安全 各方面印太的安全等等 所以美国方面当然非常非常重视这次选举 那么对大陆来讲 当然也是一样 因为你这是参与选举里面的 你有这个所谓的第三势力 这过去没有了嘛 而且还有一个主张台独的 自称为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包括肖敏行在内都被认为是有台独色彩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选举结果是民进党获胜 那么现在证明就是民进党获胜 那他对两岸对中共未来对台政策 是不是在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呢 所以两方面都很重要 那美国重视的话 那当然中共也就重视 对吧 所以这是跟中美关系是有关的 特别是马上要美国总统大选 双方都有一点影响的 都有一些效应的 我们所谓的外裔效应 所以你说美国 你是不是戒选 那个戒选 有时候这个定义很难瞎 戒选一般来讲 比如说你有实际的行动 来影响这个选举 造成的一个 可能是台湾选民 他们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你影响到台湾选民的选择的时候 那你就戒选 那个戒选 基本上我们都认为 不是一个正当的手段嘛 那台湾今年 这个所谓外力介入这方面呢 在台湾这边指的中国了嘛 那可能中国方面 外面指的外力介入就是美国 所以今年我是觉得 民营党一直要用中国戒选这个概念 可是到现在为止 当然有几个少数几个case 我们有反渗透法嘛 台湾方面 可是基本上的话 你没有很大的证据 那证明中国有直接的介入嘛 你看上一次不是有关 那个王立强试验嘛 向心这个事情 最后证明也没罪嘛 是不是 也不是个事实嘛 在选举之前 您在很多次的台湾媒体的采访里头 你都说如果赖清德上台 大陆一定会有动作 而且我记得您的话 这是大陆不会静静的 一定有动作 结果在13号晚上 选举的成绩出来以后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 其实感觉上没有预期中那么强烈 比想象中的温和一点 但是星期一上午 我们就看到南太平洋岛国 脑鲁和中华民国断交的新闻 脑鲁和中华民国断交和大陆建交 这背后肯定有大陆的因素了 您怎么解读这次选举结果 公布后大陆的反应 你看那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里面 它是保留了未来中国行动的 一个活动的空间 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空间 所以你会觉得不是那么强硬 那另外一个因素 也是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 在事前也经过了一些 风险管控的工作了 中联办中国方面 刘建超也去美国访问 见了布林肯 还见了白宫国安的官员 我想大家谈的也都是 台湾支持大选的问题 美国方面当然 选完以后第一时间 拜登总统就说他不支持台独 这个也非常不寻常的 而且美国方面也派了一些 前政府的高官嘛 副国务卿啊 或者国安顾问啊 都到台北来 现在目前都还在台北 我想都是希望能够在稳定 选后的台海的形势 不要让这个选举啊 造成太大的冲击 我想这些都是因素 那当然更重要一点 我们注意到大陆方面呢 他还是没有放弃 所谓既希望为台湾人民 所以他把这次选举结果 认为并没有反映 台湾的这个主流意见 那么也就是说 希望把这次选举投票 选民的投票 做某种程度的区隔了 这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采取一种 这个difference issue嘛 一个区别待遇 希望保留更大的空间 跟那些反对台独的 台湾人民呢 未来有交往的一个机会 如果流太硬的话 那有时候这个 一杆子就打了一船人 这个对大陆来讲 也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嘛 所以他保留的空间 未来的空间 国台办那天晚上的讲话 是说民进党不代表主流民意 这是您说的那个留下空间 确实也是 那现在只拿了40.05%的选票嘛 当然他算是应该是个少数总统嘛 对不对 他不是个多数总统 其实有些人预期 可能当天晚上 大陆就会宣布 什么军演啊 还有什么设飞弹啊 这些都没有发生啊 没有嘛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中美只有危机控管 那么中共未来的这个政策 他也不是马上就以 台湾的全民为敌了 他还是对台湾人民 还是有些期待 而且你注意到一点 好像16号吧 那个求是杂志 一先看出一篇 这个习近平那个讲话 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 当然是谈中共的统战 可是里面有关台湾这一段 他又提到了 就希望还是要跟广大的台湾的一些 比如说主张统一的政治人物也好 一般老百姓也好 他也希望跟他们能够加强联系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保留了一些空间 那么选举之前 大家都竖井神经 准备一个很巨大的变化发生 好像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吗 就是有惊无险 我觉得中共的行为 一些政策 他也不是说突如其来的 他之前一定有做过一些研判 那我在了解 他们大陆上面 对于赖信者的可能当选 实际上他也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 所以不会变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 你没有像像是佩洛西 来访问的时候 你看那中共的反应就很大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也说明了就是说 台湾问题实际上是脱离不了中美关系的 而且它是附属于中美关系 那么中美现在都希望能够缓和关系 在这个共同利益之下 那当然就不愿意见到这个台湾问题 能够影响到中美整个这个缓和关系的进程 我想这个跟中美关系都有关系 所以大家有一点喘息的空间 对缓冲的空间 邦交国还是断了一个吗 这个是对中国来讲就是个警示的作用嘛 而且中国它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除了这个外交挖墙角之外呢 将来我们也可以预期在经济上面 它也会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EGFA了 早就清单了可能还会找几个项目出来 那我想这些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了 这也代表大陆方面呢 对台湾人民最后选择这个民进党啊 表示不高兴也不满嘛 因为早在选举之前 大陆就讲啊 这个选举就是上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是一场繁荣跟衰退的选择 那看起来台湾人民好像并不卖账 他还是选 那中共方面他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做出一个回应 而他做这个回应呢 反映包括落入这个断交 这件事情都不会导致于啊 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急剧的紧张 而影响了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这个进程 那是关键的 就是无论中共怀疑如何 他都不希望演变成了一个军事冲突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 那将来要看吧 将来要看赖金德以后 他挺体验关系型嘛 还有观察期 本来对赖是没有观察期的 基本上是没有 可是他的轻重力度当然会不一样 我所谓没有观察期就是说 赖金德当选以后两岸是不会好的 没有观察期就是我不会等给你一个时间 他不会这样 可是呢 他会根据你的当选以后的一些做法 来调整我的这个动作 他有一些动作 也可以影响赖金德的一些说法 或者是他的一些行为 一些做法 这两者之间他有这么一个关系的 意思就是说 不会有什么蜜月啦 说蜜月时期的悬后啊 我想不会有战争 可是我并没有说 不会有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个看不到硝烟 那大概也是这种战争 你看嘛 我们现在看到这外交战 那将来可能就是贸易战啦 所以他不会停的 至于力度有多大 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那就要看看你新政府 将来你的人事的安排 对于这个很多重大问题啊 比如对于中美关系 两岸关系等 新政府有什么作为 跟过去不一样 他会根据这个标准呢 来调整他的一个反应的力度 明白 春宫您说这个很有道理 他要是一下子把那个筹码都用到尽 用光了 把对方逼到墙角没有回头了 就没有得谈了嘛 还是要留一点空间 才可以掌控那个局势 是 因为他还考虑到美国啊 中国今天对台湾的很多做法 其实第一个考虑是美国的反应 你预计现在北京还会祭出什么呢 三月的时候推出一个新的立法 除了反分裂法还有新的立法啊 现在大家在来考量 会不会有新的立法 不知道 其实好多人很多年前 因为中共未来它是要触统嘛 会不会来制定一个统一法 我不知道 但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 但我个人认为统一就统一 它还是立定什么法了 但是有人是这样认为 各种说法都有了 这种长久过去以前就有了 比如说搞一个台湾基本法 什么之类的 那是不是根据整个外部形式的变化里面 来调整或者增加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内容 比如说香港就这个样子 香港问题它也搞了港版的国安法嘛 在面对新的形势嘛 台湾这边会不会这样子 这个我不知道 那中共过去也是 法律战也是它的一部分 它总是要有些行动 它觉得要让这个外界知道 它不是说是师出无名嘛 一定要师出有名嘛 那么你过去只有那几个条款 反分裂国家法 它也觉得现在并不适用了 比如举个例子来讲 你可以对有法理台独 你就马上才与强烈的行动 可是台湾今天如果 它不用这个 不给你任何的这个借口 比如说它进一步的去中国化 比如说它在教育政策 尤其是在中华文化等等的 这方面呢 它做了某种程度的这个修订 那你怎么应付 对不对 你过去反分裂国家法提出的几个条件 可是现在的民进党如果上台以后 也许它会改变它的一些某些策略来请得 它现在搞得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你面对这个务实的时候 当台湾这方面有弹性的时候 那大部分方面它是不是紧紧抱住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或者是因为根据形式而作为新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增加补充等等 这个我都不排除了 所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给大陆构成了不同的挑战 对 那要有不同的方法应对 它的务实啊 从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根据形式的变化 内外形式的变化 在政策上面呢 来做出调整 而不是铁板一块 这叫做务实 春宫 毕竟那个大形式呢 就是民进党再次执政 民进党 它是有个台独党纲的嘛 它等于获得了第三个任期 而且有些人认为 可能它会长期执政啊 这个对于台湾的长期发展 长远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你觉得它会长期执政吗 我不知道 看起来现在它是弱势总统不太容易 这可能会做多一任 做到八年吗 有可能 但也可能是四年 我跟你讲 这个在台湾本来政党 轮替是一个常态 但这一次是打破了 这个所谓轮替的这个魔咒 是台湾民主政治 第一次没有轮替 而能够持续下去 这是很少有的现象 可是你要晓得 你要看到未来 有很多的变数嘛 第一个变数 我讲是台湾内部的话 你第三势力下起来了 那么这次蓝白河是失败了 但是民进党也没选得很好 国会也没选得很好 跟过去蔡英文比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很多人呢 希望下架民进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一定要做一些务实 我所谓要做务实 就是这是环境 因为他自己表现的 这是并不是很好嘛 另外一个就是中美关系 我刚才你讲了嘛 中美关系会迫使它 会比较务实一点 因为你如果还是 按照你既往的步调去做的话 那么我觉得有时候 常常跟现实的之间 会产生一些矛盾 这个对大陆来讲 也不好收拾 我认为它一定是顺势而行 所以它不一定会长期执政 或者它做下去 它不会把那个台独的议程 推得那么远 其实我不认为 因为长期执政 你看什么概念 你怎么定义嘛 以台湾目前的这个 政治环节来讲 它的变数每天都在改变 有时候一个事件下来 就会影响你选举 你看这次好几个事件 就影响了立法委员的选举 那总统的选举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尽量避免 有发生这个突出事件 你比如说像 这三个都有所谓防止的问题 是是是 都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都希望能够避免 但是我刚才另外第二个 我就说 为什么我把它看作是 你还有四年吗 因为这里面有个因素是中国 你要看中美发展关系 发展到什么程度 如果中美关系又还是 维持现在的状况 那么甚至于美国方面 如果对台湾给予更加的支持 那么或者是中美之间 发生某种冲突 它变数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一下子 就认为它就是 就是维持现状 因为你晓得在台湾 是维持现状 这个现状这个概念 它是个动态的 也不是个静态的 换句话说 它每天都有在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我们也不能那么快的 下定语了 大陆常常讲一句话 那叫什么 计划赶不上变化 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 对不对 所以某种程度 还是要看习近平个人的一些想法 因为大陆现在很多 还要看他的想法 他个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做明确的预估也很困难 即使在经济上 有些人觉得大陆会用很多措施去穷台 然后在经济上给台湾施压 然后注意影响台湾的经济发展 年轻人的就业等等 它要塑造一个环境 让民进党更难连任 自然因为施压 尤其在经济这方面 我觉得它是第一个优先课题 它应该让你有感 因为这几年代 因为你这个军事上不能随便动 但是经济上它会让你痛 会让你感觉到痛 你如果一点都没有感觉的话 那表示他的政策就是失败 一定要你有感觉 他既然用鼓励的 或者是非合比手段 可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马照跑步照跳 你选完了很快又恢复平均 那么现在大家的重点 是要多时集中在 怎么样的人事安排 将来要不要成立联合政府 立法院院长 下来有谁 你还是绕了这些问题 打转 可是真正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两岸关系往哪里走 你要走到哪里去 这个是比较重要 我其实在想这个经济怎么样 像那个吴子佳 他就讲年轻人会去驾Uber 然后没有办法结婚 生小孩很恐怖的样子 不不不 这些问题某种程度存在 因为台湾少子化一下 非常严重 当然吴子佳 他有时候他比较 比较夸大一点 对对对 但他的民调都好准 美丽岛的民调非常准 其实是他的民调还是有权威型 很准很准很准 不只压他他还比较悲观一点 其实我也蛮悲观的 坦白讲 因为这个我悲观在哪里呢 我悲观在台湾 几乎没有任何战略自主的空间 我觉得这次选举 感觉非常明显这一点 你看法国跟德国 他虽然一直尾随了美国的这个政策 有关乌克兰啊 什么的 可是在某种程度 他还是有他的战略自主系的 但民进党因为跟国民党之间没有来往 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寄负在美国的善意 寄负在美国的帮助 他没有什么都可以抓了嘛 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肯直接跟大陆来往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情况下当然要靠美国嘛 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从来没有到现在 这种程度要依赖美国的程度很少 即使过去在蒋介石时代也好 蒋介石时代我们跟美国关系都很好嘛 也说自由世界的灯塔什么 对不对 来说明台湾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过去这方面说法都很多 可是现在为何情况 中美关系会往哪里走啊 也没有人敢想 因为你选完以后 川普搞不好就选胜了 那全是两回事啊 川普跟拜登也都是反中 可是他们在战术上面还是不太一样 特朗普他比较单打独斗嘛 我也跟你干 有人讲柯文哲一样 单打独斗 但是拜登他比较采取一个联盟的方式 拉了盟友来抗中 来围堵中国 对 他会把一些朋友拉起来一起来 这个是战术上就不一样 那这个当然要看环境的 要看今年的美国选后了 因为相对实际上 美国今天的大选是 搞不好比台湾这个还重要 台湾地方毕竟小嘛 你很多东西都是 是问题在这里嘛 你跟大陆关系不好 那你跟美国关系不好 可是大陆现在又想跟美国关系好 那你台湾处境在哪里 你台湾站在哪一个位置上 对不对 你也随着得罪不了 对不对 那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他是跟美国一边倒 所以他手上的筹码就不多了 所以我才讲 将来一定都要靠美国 这个免不了了 台湾想要某种程度 要战略自主 没有那个条件 所以你看看嘛 这次三族候选人都亲美嘛 不是只有民进党亲美啊 谢谢赵老师 非常感谢赵老师给我们 这个是专家的独到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潭西论 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 助导王文艺 剪辑李怡倩 东潭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 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